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坚持真相启示录 揭开法税黑暗面 督促官员良心行政奉公所法 全民支持法税增改革 国家才能更进步 监督政府人员良心做事 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 10月24日为联合国日 全球各地举办各种响应活动 并重申联合国宪章的价值 联合国MGO世界公民总会 中盛大学财经法律研究中心 法税改革联盟等近20个民团 于台大应力馆举办 禁止国家滥用司法 税法迫害人权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 针对法税问题 发表建言 并呼吁政府平反太极门案 终结法税迫害 落实基本人权之保障 太极门掌门人继联合国 MGO世界公民总会 副主席洪道指博士 致辞表示 联合国宪章是世界公民的共同心声 期盼战争不在 国际和平与安全获得保障 人人享有公理 正义及和平 联合国族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 促进经济 社会 文化 及人类 福祉等方面的 国际合作为主要目标 联合国的徽章 呼应圣经中诺雅方舟的故事 鸽子叼回甘南枝 表示毁灭地球的大洪水已经退去 大地恢复生机 人类从后生存与和平的契机 发展 安全 人权 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 各国政府及前民在计论联合国族的同时 要重新检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反思过去 检视现况 调整脚步与心态 期待为世人创造更美好 更光明的未来 前台湾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长兼发言人温耀员呼应 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马西莫教授的观点 政府对于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至关重要 他表示 太极门曾称其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师父跟弟子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内部的关系 为了表达尊敬师父的传统所做的禁师礼 在所得税法 较正于捐献是自由意志之下禁师礼的交付 根本不应该是法官或国家行政干涉的对象 太极门案的荒谬 不仅国内各专家学者这样认为 连国际人权团体也都认为 国税局对太极门课税 是绝对违反人权基本原则的违法行政措施 他也引述韩非子民言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强调要奉公所法的 不只是老百姓而已 执政者也要守法的 唯有大家都按照法律来 才能国富民强 国立中正大学财经法律学系特聘教授黄俊杰表示 行政程序法第117条所碰到的问题 就是法务部的含令跟行政法院的裁判 认为经过判决之后就不能够再用第117条这个见解 会涉及到含令本身合法性跟合线性的问题 太极门要主张国税局违法 行政执行署 新竹分署违法 国有财产署违法 都可以找出法律依据 如果违法性是确定的 国赔法损害赔偿的方法 是金钱赔偿为原则 但是对太极门而言 不是钱的问题 是土地的问题 要的是返还50级笔的土地 因为每一块土地都是文化宗教信仰的问题 国立中正大学财经法律学系兼任教授 继前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林文周剖析 台湾税务诉讼人民低胜数率的原因 一、照本宣科的法官养成教育 劝缺保护纳税人基本权理念的熏陶 二、长期司法行政集权控制下的法官任用 签调管道 不同理念的法官受到排挤 三、严密行政管考与职务监督下的办案环境 维护国库安全 胜于保障人民权益 四、何义廷少数意见 不得随同判决书公开发表 维护纳税人基本权的见解被压抑 五、终审法官庭长不受任期限制 有权无责 六、税务案件专业法官 证明书取得容易 财税专业能力不足 他呼吁深化民主改革 解构统治者对司法权的前置 为当务之急 发生于1996年的太极门案 就是政治整数与欺压人权的破坏案 侯宽人检察官发动检警调数百人 鸽枪实弹 违法滥权搜索 并会同媒体前往 侯宽人以不时的起诉书 屋子逃落税 无中生有的税案 让太极门陷入无边的苦难 然 27年来 太极门师徒 仍致力推动信仰自由 与人权保障 并持续为税暴力受害者申援 太极门所遭受到的 是所有台湾心灵团体都可能遭受到的伤害 平反太极门 冤假水案 是保障台湾信仰自由 避免人权迫害的重要指标 是世界公民的责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政府官员更不应该忽略漠视 在此呼吁 法税机关的官员们 一定要面对问题 即刻解决延宕27年 太极门冤错假案 误在沉沦于税务奖励金 和行政执行署绩效奖金 不可再伤害无辜百姓 暗示七星有鬼神 举头三尺有神明 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天理丝毫不差 定要秉持良心 行公义 好怜悯 不再错失改变向好向善的机会 也为自己积福积德 让后代子孙有好榜样 也让台湾成为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 坚持真相启示录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